中国军网所公布的2014年军中贪腐案件查处情况,有16名军级以上干部涉案,其中位置最高的当然属徐才厚,但也包括一些大军区副职,总后等总部的副职,以及一些军兵种司令部的副职。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前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真正掌控军队,不得已充当了摔手掌柜的角色。 习近平显然不想布他的后尘,上台两年已经朝纲独揽,而清楚影响军队战斗力,影响自己对军队掌控的分子,就成了提众应有之一。 非如此,不能建立自己的人脉,非如此,不足以微服全军。 今天,作为习近平,我们看到他是一种朝纲独揽,朝纲独揽,他在党政军,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他都要把自己的权威给树立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强势做法,当然是要在各个领域建立自己的权威,安插自己的人脉,把大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看到他在军队里面反腐了,那么也是服务于他的这个大权集中,在他个人手中的这么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格局策略和战略。 而就是说,作为习近平的话呢,他是从就是江泽民到胡锦涛以后呢,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穿过军装的这么一个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所以呢,那么他呢,就是说对军队呢,那么他有这种就是亲身的认识和体会,那么他也想把那个军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夏教授进一步表示,习近平对于军中不能效忠于他的人,不会姑息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要稳定他的权力,同时呢,要让太子党这块大的这个格局呢,能够被他所控制的话呢,那么他一定要对就是军队里边的,对他不忠的,对他形成挑战的。 那么过去呢,跟徐才后呢,薄熙来呢,他们呢,联系得非常紧的这么一些人呢,那么他一定要进行清洗。 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反腐呢,那么也就是那个服务于这种总体的目的。 再被问到,习近平这样强势反腐,到底有没有风险的时候,夏教授把军队里被查处的人称作营养拉呛头,认为把这帮人打掉,应该没有太大的反弹。 这位政治学者表示,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的反腐,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但是从习近平对所谓伟大不掉,妄议中央倾向的批判来看,他显然觉得反腐不能中途而废,以免给试图反扑或翻牌的人留下机会。 这种反腐的话呢,带来就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那么人心惶恐了,那么还有官员的话呢,那么现在就是基本上处于一种代工状态了。 那么当然对中国政治了,那么和中国社会和经济了,都会带来那个负面的影响。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说,到底习近平,那么想不想就是让反腐了,给就是告一段落。 那么我想呢,习近平面临的问题现在是就是说,数欲尽而风不止。 现在呢,他提出就是说这个反腐的问题,2015年要继续。 同时他又提出现在呢,就是说不允许下面这种妄议中央。 妄议中央显然不会是说是什么,这些处级干部,县级干部这些人在妄议中央。 他提出这个妄议中央呢,是那些就是几个圈子,这种权力圈子了。 那么对中南海的目前现任的掌权者,那么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议论。 那么如果现在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把这批人给政府的话呢,如果这批人现在可能还在背后妄议中央,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反扑的可能,同时还有重新翻牌,更改权力格局的这种那个倾向。 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北京律师王宇表示,老百姓对于军方公布2014年查处重大贪腐案件的情况是支持的。 现在来看,应该是都是支持的,没有看出有这个反对的意见。 现在确实是国内这个腐败现象确实是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军队。 坊间民间都是有一个传言就是说军队是最腐败,最黑暗的。 王宇律师说,为了有效的防范贪腐,在不涉及军事机密的前提下, 应尽早实现军队干部个人财产的攻势。 部队可能有一些秘密吧,但是官员财产这个东西不能是秘密吧。 去年徐志勇博士那个官员财产攻势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防范这个腐败措施。 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说,徐志勇博士他不但没有实现他的这个目标, 反而被判四年去徒刑,现在还在监狱,我们认为很遗憾的一个问题。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泰的台湾报道。